检查总长提名人黄世民 日前在立法院表示 死刑定验就该执行 不过今天法务部长王清风表示 在他的任内绝对不会执行死刑 甚至还愿意为这些人下地狱 被执行死刑 不过立法院骂声不断 蓝军立委和政务官都表示定验 应该就要执行 甚至于 为了让这些死刑犯 有一个自信的机会 如果我能够替他们被执行 甚至于下地狱 我都甘心 因为检查总长提名人黄世民 在立法院资格审查时表示 死刑定验后就应该执行 引发和法务部长王清风 甚至总统马英九 在废除死刑上不同调 王清风前晚发表了一篇 理性与宽容 来阐述自己对于暂停 执行死刑的看法 司法人的想法我了解 可是我们从人权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 会处死刑就是为了确保生命权 这个生命权的保障 不是说我未来再来保障 而是当下你就要保障 法部里紧急开会要凝聚共事 我立法院早就骂翻了 特别是提到13年前 林安顺警官殉职的案件 杀他的还顿逃在法力之外 所以我觉得法网灰灰 我们不说输而不漏 今天是法网灰灰 输而可漏 在没有修法以前 应该要执行嘛 应该要执行嘛 对不对 蓝军立委和其他政务官口径一致 定念就要执行 但最早不执行死刑的 就是大老板马英九 是各吹各的调 还是唱双簧 马政府如果要废除死刑 就该趁早